《艺术治療師》 大家好 我是呂冠廷 藝術治療師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藝術減壓的方式 那這個方法呢 我個人非常喜歡 然後現在我們在家裡面的時間越來越多了 然後電視新聞常常會播放一些疫情的資訊或消息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內心有一些焦躁不安 那這時候我們會覺得卡卡的或者是心裡怪怪的有點煩躁 但是卻不知道怎麼辦 那這時候我覺得藝術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材料也很容易取得 那如果沒有我今天桌上這些材料的話也沒關係 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還可以用什麼的材料來替代 好的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我們會需要用到的工具 我們會有需要一支畫線的筆 那我今天有準備的是彩色筆 那當然如果你家裡面沒有彩色筆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原子筆 或是我們奇異筆都可以來替代這個工具 那我們會需要一個上色的筆 那上色的筆呢 我今天帶的是蠟筆 蠟筆就可以畫比較大張一點的圖畫紙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蠟筆 我們也可以用色籤筆來取代也沒關係 只是色籤筆因為它的筆尖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把它折一半小張一點 這樣我們可能創作時間就不會這麼的長 那當然這些材料的選擇 都依照你個人的習慣來決定 有些人需要創作時間長一點 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快速的紓壓 那我們盡量是給自己一個可以放鬆去 願意去嘗試的材料就好了 好 介紹完了材料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畫線條 我們今天要做的活動是一個 類似冥想的放鬆創作 那我今天選的是彩色筆 然後是黑色 那你們可以看你們想要選的是什麼顏色 那這時候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如果你有冥想的過去已經有冥想跟創作的習慣 其實你就可以給自己一個三分鐘的正念呼吸之後 就可以開始創作 我們有一些焦慮或一些情緒 我們試著去看見它 讓它出來說說話 那如果你過去是比較沒有冥想的習慣 或者是說你對創作有一點陌生的話 你可以依照我等一下跟大家提醒的一些方式來操作 那如果有些人是你感覺到你已經非常的焦慮了 有一些情緒 甚至是你覺得你狀態不太好的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邀請大家搭配一些放鬆的音樂 讓自己比較平靜下來再去創作也都沒關係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一下創作的方式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一下創作的方式 剛剛大家有進行了三分鐘的一個冥想之後 眼睛打開我們就可以開始在筆上面隨性的塗鴉 那如果你是有習慣創作跟冥想的人 眼睛打開就可以開始創作了 可以把剛剛的感受念頭嘗試去表達出來 那如果是比較沒有創作習慣的人 或者是對冥想也沒有經驗的人 也沒關係 我們試試看把筆停在紙上面的方式 筆不要抬起來 去感覺筆跟紙張的接觸 我們會說是一個比較直覺隨性的方式 或者是說讓筆來帶領你創作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非常的進不下來 在剛剛冥想的時候 感覺到有一些煩躁了 這時候你想要搭配一些放鬆或紓壓的音樂 也可以喔 至於創作時間要多久呢 會建議把整個紙都畫滿的時候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停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播放音樂的話 可以給自己一首歌的時間 在這邊 好 這是我剛剛很即興示範的一個作品 那其實我事前也沒有想到我會畫什麼 那在做完冥想的塗鴉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是要試試看跟創作互動 所以這時候會邀請大家做一個叫做觀看的方式 這個觀看呢不是就是這樣子看而已喔 我們是要非常用心的去看它 我們可以想像我們今天到了美術館 在牆上掛著一幅畫 我們會怎麼去欣賞它 所以我們要帶著這樣子的方式呢 去觀看這個作品 好 那這時候有人會覺得 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什麼 這時候我們可以試試看 換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掛在牆壁上 或者是離遠一點站起來看都可以 我們可以左邊看看 右邊看看 遠一點看 近一點看 讓圖像會自己去說話 我們把圖當作是一個有生命的 我們用這種的態度呢 帶著開放去跟它對話 好 那我就用我這張圖來做一個示範 所以我們可以用描述的方式 描述的方式要怎麼描述呢 我會建議如果比較沒有經驗的人 可以用我看見 然後我會邀請大家用書寫的方式 就是把它等一下唸的時候 可以把它寫下來 但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習慣寫字 或者是寫字的速度沒有這麼快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3C產品很方便 我們可以用備忘錄去錄我們的語音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一個見證 像這樣子我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會一邊打字了 就還滿方便的 好 那記得不要用LINE喔 才不會不小心傳給你的朋友 好 那我來試試看這個創作 好 這個有點像是說故事的感覺 需要運用一點想像力 所以我會邀請大家用這個方式是說 你可以專心的講 不會說你又要講又要寫又要打字 所以用這個還滿好的方式去記錄下來 我們完成之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講的故事 好 然後這時候呢 線條從觀察慢慢地浮現出一些畫面 這時候就是我們想像力很重要的地方了 接下來要完成我們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用蠟筆來創作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任何的文字跟資訊 都是一個線索 你可以感覺一下這個圖像要告訴你什麼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不同顏色的筆 把它畫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在你原本畫的線條裡面去著色 你也可以去打破這個 這個線條自己去增減 加油添醋或者是刪去一些部分都可以 那主要就是運用這個色彩 讓你剛剛講的意象 讓它更豐富出來 那接下來我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這邊可以快轉對不對 好 這是我剛剛的示範 就是把剛剛的線條再上色 然後還記得我們前面邀請大家說的這個觀看 還有描述嗎 這時候會邀請大家再做一次 那這時候除了剛剛講到的這些畫面以外 也可以試試看大家去看見說 顏色畫出來之後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觀點 或不一樣的視角 你可以試試看再說一次這個故事 那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那一樣呢 會建議大家用語音的方式去記錄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 那把這個故事說完之後 當然你如果有想法 有時間比較多 你可以讓這個故事更活靈活現一點 那我這個是示範 我可能就講一個兩三分鐘 那這個故事的豐富度 我會邀請大家試試看 讓這個故事更豐富一些 是很好的 讓我們的想像力 停留在這個意象 這個畫面裡面時間久一點 那我們把故事說完之後呢 會發現其實一開始 我並沒有發現到這個小蝸牛 是塗了顏色之後才看見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看見 那我們畫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幫作品取個名字 像我會取是一個被照顧的小河豚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紹這個方法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它就是說 在我們遇到一些情緒或焦慮 有時候 在我們的理性底下 其實有一些是 我們沒有辦法看見說出來的部分 這時候透過藝術來說說話 是很好的喔 而且我們一些情緒壓力 我們去看到它了 讓它出來說說話了 是可以被允許有這些情緒的 那這些情緒呢 也會透過我們的見證 我們的看見 慢慢的讓自己舒緩下來喔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好 謝謝大家 我是呂冠 我們有緣再見 我們有緣再見 這些人可能過去沒有 創正念或冥想的習慣 我會做一些簡單的指導 首先呢 正念冥想啊 最重要的就是 讓自己的專注力 回到自己的呼吸上面 所以我們會調整一個 舒服的坐姿 然後 輕輕地把眼睛閉上 如果你覺得身體哪裡 想要動一動 可以再活動一下 接下來感覺你的椅子 椅背 跟椅墊 還有地面 牢牢地支撐著你 你的身體 你覺得身體慢慢放鬆之後 會邀請大家 覺察自己的呼吸 可以試試看 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 吐氣 慢慢的 吐氣 感覺一下你的呼吸 是急促的 還是平穩的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一個三分鐘的冥想 這時候如果會有一些雜念 或者有一些想法一直跑出來 我們要很記得我們這時候要溫柔的 把它再帶回呼吸上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過程 不要去批評自己 很溫柔地跟自己說 沒關係 我們給自己三分鐘 來做一個冥想 這時候出現一些想法 都是很正常的 代表這是我們最近很在意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一邊試著讓自己回到呼吸上 一邊去覺察 你腦袋裡面浮出來的想法跟念頭 接著讓自己說 通常將在意的東西 都是在意的東西 是在意的東西 對它們的東西 透過每次的呼吸 感覺胸口的起伏 透過每次的呼吸 感受到身体的東西 通常會感受到身體的東西 進一邊自成功 或者是在意的東西 什麼 透過每次的呼吸 可以感受到身體 感受到身體的流量 感谢观看 当你觉得你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张开眼睛